大家好 我們是冰凍狼 冰凍狼 我是決定 前段時間在中秋節連假的時候 在台北有Ben Pristo的模型展 那我們呢 本來呢 是自在必行想要上去模型展逛一逛 結果 因為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吃了一些比較動盪的食物 導致於那幾天我跟阿奶的肚子也有點動盪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上去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Ben Pristo的模型展裡面 所以受歡迎也是最眾所期待的 就是在去年有發售的那一個 就是用抽的嘛 實抽 然後一抽可能都要兩千多塊的那個 BWFC的再見悟空 這一次大家上去都是為了 因為這支在線悟空有在我們的會場裡面 做賣場限定的再版的販售 因為我個人實在太好奇 這支悟空會對市場上面有造成什麼衝擊 所以在搜尋這個試駕的過程中 欸 我就有參與了幾個競標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箱的主題 就是我們的 賣場限定再版的 BWFC2D色的在線悟空 然後首先跟大家聊一下 這一支是我在FB的空間裡面去做競標的 因為我原先對這一支的期望入手價格 大概是落在3500塊上下 但是後來我發現啊 可能我下手的時機來不及 所以我買的時候是用競標的方式 然後大概是 我購入的價格是4000 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目前不管在各大的社團啊 還是網路上面的交易 如果是快速成交的地方 大概它的極限價格 都會落在3500到4000之間 尤其是會壓在4000左右 3800的幾乎都是會被秒殺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今天你看到一支 不是4開頭 要確定是2D色的哦 有很多人衝著這一波 把之前那個原色的也拿出來跟著賣 算是趁一波熱度啦 所以要注意是不是2D色的 如果是2D色的呢 你看到大概3800 3700 3900 其實就可以下手 大概也不會再低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盒 那這個外盒跟它那個時候 直抽的方式去抽的時候的外盒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現在最近這種大盒的外盒 它是BWFC這個系列的 明年呢 明年我們有超市 也是BWFC這個系列 一樣有黑白有原色有2D色 還有我們這個綠谷 好不好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大概在明年的一二月 那個時候會發售 這個BWFC的這個外盒 我個人覺得做是還蠻酷的 有點像我們在買那個運動品牌 或者是買一些鞋子之類的時候 那個鞋盒 就是很直觀的 它的公仔 然後LOGO 然後側面 側面這蠻酷的 就是還有這個LOGO 所以這個盒子 我覺得做的算蠻漂亮的 這一支在建物空的盒子 完全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是它裡面那個2D的配色 那就讓我們事不宜時 趕快打開它吧 接著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再看一下這個盒子 有沒有 覺得做的很像現在 很流行的類似像設計師玩具 那種比較有設計感的外盒 有點俐落 然後用一個黑白的配色 然後又不失它的設計感 然後一樣 代理板的部分 這邊會有一個條碼 現在代理板 唯一跟以前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它的外盒 在上面這邊 就會有一個條碼 一樣 就是盒蓋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編碼 這個一樣是一個 自飾的防撞盒 這就是我們的 在建物空的內部 總共是5個分袋 分件沒有到非常的多 好 好 現在各位在桌上看到的 就是我們這個 在建物空的本體 那首先我們一樣 帶大家來看一下分件 我剛剛在打開這個 金箍棒的時候 覺得它很像那個 吃飯的筷子 它的顏色其實也蠻像那個筷子 比較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它這個 塗裝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食物 而且它這個 棒子 本身 也是有做一些2D的配色 我個人覺得是還算不錯 這個角撐 做的我覺得就普普通通 因為畢竟像我現在看 裡面會有一些 戰損的痕跡 但是據我所知 悟空出去打架 應該是不會帶角撐的 看這邊有一些裂痕 所以這個角撐我覺得還可以 蠻有感覺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下半身細部的部分 目前剛打開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 還算蠻驚艷的 因為畢竟2D配色這個概念 我一直覺得很有趣 不管是動畫還是漫畫 它都是用2D的方式呈現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2D配色這個設計 是非常非常酷的 因為你可以用一個 3D的方式去看到2D的感覺 整體上我覺得是 非常值得收藏 這個綁帶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隻公仔 目前看起來最酷的地方是 都是會有這種 不會那麼平滑 你知道嗎 會有一些 凹凸不平的痕跡 這個我覺得看起來的 那個手作感就很大 然後再加上它本身是 霧面不是亮面的 塑料感不會很重 整體的質感就會大大的提升 我就是一個霧面控 我覺得有些東西 不該亮面的東西 讓它看起來亮面 尤其是這種布的材質 看起來就會很假 所以目前看這2D配色 我覺得算是蠻出色的 細部的塗裝上面 這個線 如果一般是在看景品 當然這隻可能不是景品等級的 細部塗裝在交接線的部分 都會有一些鋸齒 有一些毛邊 看起來不太舒服 那目前我看到這個2D的配色 它的做工真的是還蠻好的 幾乎沒有任何塗裝上面的失誤 明暗部的處理 在色塊上面 分得也非常俐落 很乾淨 整體看起來2D的感覺 衝擊性是非常強 當初這次沒再犯前 那個時候價格非常的可怕 所以這次在再犯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 很多的大量拋售這隻公仔 目前看到這2D配色 我覺得我個人 如果真的最後要去收藏 只能收藏公仔1隻2隻公仔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2D配色 當我的最終選擇 因為我覺得2D配色 這個設計概念真的太好 接著讓我們來到我最重視的 也就是1隻公仔的靈魂 就是它的上半身跟面部的部分 一樣來看一下頭雕的部分 那目前在頭髮的部分 我覺得做得不錯 它這個髮絲 有沒有 這個就像我們現在 輸油頭的時候一樣 它這個髮絲都有做出來 一般在景品上面 是看不到這個東西 當然這一隻不是景品的等級 售價也不是 所以它這個髮絲 我覺得做得是不錯的 但唯一比較可惜的部分 是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分件的交接處 還是略顯明顯 不過這是沒辦法 畢竟它不是一體成型的 比較可惜 有沒有 大家看2D色的部分 它在頭髮 頭的這邊會有一個交接處 這算蠻明顯 不過這個開到現在 不管什麼公仔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接著來到我們臉部的部分 目前看到面部的塗裝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臉部的2D色的這個塗裝 也是塗得非常的出色 到脖子啊 明暗處的部分 2D色的公仔塗起來 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覺 那接著來到衣服的部分 那一樣 就是本次這隻公仔 讓我拿起來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 有點粉粉的 個人覺得這種霧面的感覺 真的是蠻好的 有種在拿 不像公仔 比較像是異品的感覺 大大提升它收藏的價值 2D色的可看性也蠻高的 整體擺起來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都覺得蠻酷的 那目前看到綁帶的部分 手腕上面的護腕 然後一些細部的部分 還有甚至連背部的這一個 它這個金箍棒 放金箍棒的這個 這算是桶子嘛 它也有做2D的配色 然後細部上面有沒有 它把竹子的這個 一條一條 會有的那個 植物的紋理都有做出來 然後一樣 肌肉上面 大家知道我們人的肌肉素 是會一束一束的 不是平滑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次 在交接處上面 甚至都有帶一些 微微的刻線 把它壓進去 這隻公仔細部的做工跟塗裝 做的是非常好 你看 你看到手部這邊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寫實 連指甲都不馬虎 所以也難怪這隻公仔 現在造價會這麼高 我個人現在看到這邊 可以非常的期待 等一下它組起來的整體感 那以細部分件來說 這大概是我有史以來開過最滿意的公仔 甚至 贏過我之前開那一些 一番賞比較高單價的產物 而且它的價格其實也不貴 你如果說就算4000 就算4000我好了 我覺得這個收藏價值 也是遠大於之前被炒 被惡意 不要說惡意 就是被市場炒高的一些 名過於時的一番賞工長 好那接著就讓我們把它們組起來看看吧 好 我們費勁的千辛萬苦 終於把它組好了 對啊 不要問它 應該是從後面 對啊 應該都是從後面比較多 對啊 不是啊 它一定是這隻腳 這個腳撐 顛覆我的經驗 以前我們的腳撐 像居肉的系列 最常有腳撐的嘛 一般都是撐在我們的後面 它是沒有很貼齊在地板上面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腳撐的 用意到底是在幹嘛 可能是在刁難我們這種 不會組模型的人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腳撐現在這樣看起來 是還蠻突兀的 如果是我應該也是會把它拆掉 拆掉來說它這個穩固性 應該是不太穩的 組起來之後呢 這隻公仔呢 它的整體感就更令人感到驚艷 因為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覺得實體跟網路上面 看到圖片最大的差異就是 因為在細節的部分啊 這種2D色的公仔 它要比較 它是要給你一個手繪的感覺 外面很多魔改 是可以自己送公仔過去做2D的嘛 2D畢竟就是要呈現原本不管是在動畫 還是原畫彩圖裡面的樣子 那它的設計上面會有比較更多的手繪的感覺 它表面這樣子有點 就是霧霧的感覺 然後有點粗糙的感覺 不會讓你覺得它的做工很不好 反而會增加了一股手作跟設計的風味 讓這隻公仔的整體看起來的質量是大大的提升 就像我說的 以前的公仔跟景品有些可能比較像是玩物的等級 但這種東西反而有秤出一股韻味 讓你覺得它有點像是藝術品一般 很值得你的收藏 這隻悟空呢 目前整體這樣看下來 剛剛腰部的卡榫啊 除了這個腳撐我覺得有點扣粉之外 但是在不使用這個腳撐的情況底下 這隻悟空呢 它的重心還是有點微微往前傾 所以晃動的時候這隻悟空一定是會倒的 不管是在塗裝的細節上面 我目前幾乎是沒有看到任何的意氣跟失誤啦 然後用色啊 整體的表現 細部的皺褶 做工 刻線 人線 肌肉線條 幾乎是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唯一一個我剛剛說的缺點就是 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這個悟空 因為做低色的關係 他的頭髮 是有做一條一條的人線把它做出來 但是在中間的這個部分 就沒有把人線做出來 所以當我細看這隻公仔的時候 唯一比較可惜的時候 我由後面往前看這個頭部的部分的時候 因為光滑的關係會 感覺不太像是頭髮 有點像是悟空 這個才是頭髮 就是他的頭 他的頭是黑色 那這樣就很獵奇 所以從背面的這個頭的部分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衣服到整體感上面 我覺得都算是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值得入手 那也要感謝這一次 這個Ben Frito所辦的展覽 讓這隻悟空可以再版 所以各位 我跟你講 現在呢 有一隻戰損的悟空 也即將再版 但目前我跟你講 我們影片上的這個時候 應該都已經滿單了 而且 據我的上游廠商說 這一次 那隻戰損悟空的砍單率 可能有高達七八成 就讓我們來看看 他有沒有真的有到七八成 如果有的話 到時候價格解定 也是會非常的漂亮 那鑑於這次我開箱 這個二滴的公仔 我會非常的推薦各位 如果你是一個愛好七龍珠的 收藏玩家的話 我認為這種二滴的公仔 是非常值得你入手 不管是要把玩啊 還是要細細品嘗 還是要擺飾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哦 好 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個最近轟動一時的 這個二滴色的 再見悟空的開箱 免不屬於我們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環節 沒有錯 我們一樣會把這一隻 二滴色悟空 抽獎送給在看影片的你們 那抽獎方式一樣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然後在底下留言 留下你 對這一次這個展場 聽說夜排有沒有 有造成那個風波 有沒有什麼 算是抱怨啊 或是心得 或是因為我們無緣去展場 有什麼展場值得分享的東西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哦 我們會在一週之後 抽出一位觀眾 把這一隻再見悟空抽獎 送給在看影片的你們 大家好 我們是冰洞老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